你敢相信吗 广志竟然因为脚太臭被公主看上 绑去当新郎了 美牙难以置信 赶紧带着小新他们去抢婚 故事还得从一个下雪的傍晚说起 小新在路上狂奔 看到广志后便猛扑了上去 得亏广志腰腹力量惊人才没有倒在地上 回到家里 两人被身穿比基尼的美牙吓了一条 广志更是直接瘫在了地上 美牙告诉他们 自己想一家人前往澳洲 弄一场难忘的新婚旅行 广志欣然同意 当初他和美牙就是因为没钱没去度密约 现在旅行社又正在搞活动 不仅价格优惠 还能一堵难得的惊环日食 这怎么能不去happy一把呢 更何况 要是他们参加摄影比赛 被评为了最佳情侣 还能获得十万元的奖金 说走就走 一家人很快来到了澳洲 在导游的安排下开始游山玩水 然而 就在摄影师准备给他们来个甜蜜合照时 小葵却非常不配合 见此情景 美牙开口便是一句 是不是不小心爸爸吓到了你 弄得广志心里很不是滋味 但男人骂 他还是决定忍一忍 随后 众人来到一座雕像前 雕像举着一块绿色的宝石 看起来就很值钱 美牙美忍住问了问价格 导游告诉他们 保守能值十个亿 当然了 雕像手里的这块宝石只是一个仿造品 真品非常难得 还自带一个古老传说 那就是玉德宝藏 献出新郎 在天之指环闪耀之时 原归正传 继续旅行 广志夹着尿急的小星跑去上厕所 玩世竟路过了一个射气球的小摊子 小星蠢蠢欲动 转眼的功夫便凭借自己的好运光环 获得了一身宝藏猎人套装和四肢耳苗 得嘞 这下装备齐全 多适合来一趟冒险之旅啊 广志倍感无奈 再次表示自己是来度蜜月的 冒险寻宝这种事得下次再说 小星勉强同意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就在这时 一个漂亮小姐姐从天而降 落在了他们面前 小姐姐名叫蠢子 是个身手敏捷的宝藏猎人 刚偷了假面族的绿宝石 急着摆脱他们的追击 而且 蠢子的运气也是真的差 一路上不是捅了蜂窝 就是被热水淋头 最后还得小星挺身而出 来上一波英雄救美 更奇妙的是 蠢子偷走的那颗绿宝石 还阴差阳错落到了小星手里 于是 眨眼的功夫 小星就被假面族逮住了 广志怕儿子有危险 赶紧冲了出去 而那新上线的四肢儿苗 也紧急启动护主程序 成功就小星于水火之中 就是可怜广志了 不但被他们拖着一路狂奔 好不容易鼓足勇气选跳车 还不幸遭受了致命打击 广志的痛苦可想而知 好在他和小星 还是有点运气在身上的 成功把假面族甩掉了 不过 绿宝石也随着那四肢儿苗 消失不见了 蠢子气得不行 那可是他辛辛苦苦 好不容易才弄到手的宝藏了 但事情到这儿依旧没有结束 下一秒他的脸上竟砸了两泡鸟屎 还踩中小白的尾巴险些摔倒 得亏广志出手及时 才一把接住了他 可谁能想到呢 这狼情惬意的一幕 竟然被美牙看见了 差点没给他气个半死 好在美牙也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主 很快就让这件事过去了 然而 这也没给他带来半点好运气 第二次家庭合影的时候 他竟然被小葵吐了一身 无奈之下 美牙只能先回一趟酒店 这正好能让他洗得早 换上自己心爱的小裙子 只不过 他的少女心终究还是被辜负了 海边的风景太过美丽 小新和广志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毕竟他们早就看惯了美牙这张脸 这让美牙非常失落 广志看在眼里也相当懊悔 恰巧此时 不远处正在举行情侣活动 广志有点心动 想借此轰轰老婆 奈何美牙一听见免费 奖品这四个大字 心里便只想赢 广志的兴致也因此没了 晚上 广志又想整点小浪漫 谁到小葵换尿布的时间忽然到来 美牙只得先行退场 广志心里也满是无奈 接着 导游宣布这里的餐厅会举行一场斗舞大赛 广志听到奖励是美牙喜欢的免费超豪华游轮碗餐圈 斗志瞬间飙升 说干就干 广志带着小新闪亮登场 踩着古典开始热舞 同一时间 假面族也放出一群烤拉 让他们上台闻臭脚 广志凭借自己的生化及脚臭 博得了那些烤拉的欢心 心里却只有一个念头 热舞一场 广志成为了人群中的焦点 小新非常佩服 忍不住来了句 老爸 你喜不喜欢那些火辣美女 广志毫不由以点头秤诗 结果这话正好被美牙听在了耳朵里 他很难过 觉得广志已经不在乎自己了 广志立刻就想解释清楚 但这对小夫妻太会戳对方的肺管子 没一会儿便吵了起来 最后 广志话敢话冒出一句 不在乎美牙找帅哥 反正自己现在有很多美女喜欢 这让美牙非常崩溃 直接把包摔在广志脸上 选择了离场 毕竟 他们可是来新婚旅行的呀 回到酒店 小新告诉美牙 广志是为了让他开心 才会去参加斗舞大赛 没一会儿 导游也把那张超豪华油轮晚餐券 送到了美牙手里 这让美牙明白了一切 心想等广志回来了 他一定要好好道歉 与此同时 正在生气喝闷酒的广志 无意间翻出了那张 他们一家五口的合照 合照下面还藏着一张 他跟美牙的甜蜜照片 广志陷入了回忆 越想越明白 他和美牙从恋爱到结婚 再到有了小新 小葵 小白 一路上经历了很多风雨 彼此的初心却始终未改 他很清楚 自己是爱着美牙的 当即就站起身子 带着少年人的笑容 向酒店跑去 完全却不像个 已经当了爸爸的 路上 广志选了一束美丽的鲜花 想把他送给自己的爱人 只可惜 命运半点不由人 他竟然在酒店门口 被假面族绑架了 美牙听到了一些小动静 可走出去一看 半个人影都没有 地上只剩下一束 残败的鲜花 就这样 广志彻夜未归 美牙那叫一个担心 他赶紧带着小新 他们寻找起了广志 好不容易才在 假面族的禁地前 发现了那个 自己摔在广志脸上的包 美牙二话不说 踏进了禁地 穿过树林 他们发现了一道瀑布 那里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假面族正在举办 一场结婚典礼 而台上的新郎 正是广志 原来 广志的脚臭 非常符合公主的审美 回到正题 看见被迷晕的广志 美牙心里忍不住 有点抓狂 紧接着 一大批的宝藏猎人 赶了过来 原来绿宝石的传说是真的 广志就是那个天选新郎 不论是谁 只要把他交给公主 就能获得一大批绿宝石 但这也不是美牙 交出广志的理由啊 那不但是他的丈夫 更是他孩子的倾殿 美牙抢了辆三轮车 便展开了攻势 混乱中 广志也清醒了过来 他想要逃跑 奈何被捆成了个粽子 难以脱身 小星火速出手 窜上竹竿上甩出了长边 他成功把自己当了过去 但那些宝藏猎人们的攻击太猛了 竟直接把载着广志的车子拆掉了 小星被甩了出去 得亏美牙臂力惊人 这才把他接了下来 但他们的车子也受到影响 冲下了山坡 完事 甲面族来了个现实版过河拆桥 成功带走了广志 美牙他们则被拦在了断桥边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他们成功遇到了淳子 淳子还有辆水路两汽车 淳子的运气一如既往的差 水路两汽车一下水 邮箱就出问题了 他赶紧跟美牙达成了协议 几人一起划船过河 这是有用的 双方通力合作 成功上岸 没一会儿还发现甲面族的踪迹 见此情景 大伙赶紧追了上去 谁曾想这里竟然到处都是甲面族设下的机关 淳子提醒小星千万要注意 结果小星非常好奇触发机关的后果 一脚就踩到了机关上 好不容易通过了第一关 美牙他们又遇见了一条河 看着那耸立的木桩 淳子告诉大伙 只要踩着有鱼形图案的木桩便能过关了 不过 这对于美牙这种带孩子的家庭嘱咐 肯定是非常困难的 面对淳子的嘲讽 美牙只当没听见 他卯足力气开始冲锋 结果却用力过猛 把裤裆弄开线了 然后 小星踩上了梅鱼的木桩 河里的木桩纷纷沦陷 众人得赶紧加快脚步过河 谁料 在这种危机关头 淳子的梅韵爆棚了 竟然给自己招来了一群凶猛的鳄鱼 得亏美牙及时出手相助 这才保住了他的小命 随后 小星发现了广志的身影 众人立马追了过去 正好看见广志被带进山洞 山洞里机关灵力 为了解决掉美牙他们 假面族直接整了波正大宗义墙来了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美牙打开了沉重的石门 结果却只见到了一个冒牌或广志 这着实是让美牙火冒三丈 怒不可落 而同一时间 一个猛男飞奔了出来 淳子火速开打 一不留神却被对方夺走手机 把手机捏碎了 淳子非常难过 猛男却不管那么多 他立刻就想撤退 关上石门前 还顺手扔了波志换药剂 就这样 众人纷纷陷入到了幻境里 小星喜提一箱子美女写真 小葵非常幸福地喝起了奶 美牙狂吃不胖 非常美丽 唇子欧黄附体 摆脱了梅玉 只有小白相当给力 不愧白神二子 居然跟着猛男一起过门了 但他也不能扔下小星几人不管了 只得顺着天花板上的洞跑了回去 一来二去 小白也受到了置换剂的影响 好在小星及时放了个臭皮 一下就给他熏醒了 接下来 小白平住呼吸 将置换装置推到了水里 然后又来了波凿壁偷水 加大水量把他给冲走了 这一招成功让美牙他们清醒了过来 发现密室的顶部有个小洞 然后 唇子甩出回旋标割断藤蔓 小星 小白顺势爬了上去 在千军一发之际 爬到了大门的另一端 把美牙他们成功救出 与此同时 被绑走的广志打着上厕所的幌子 利用草丛的遮掩溜走了 但他的运气也是真的差 竟意外跑到了悬崖上 尽管如此 广志也没想过放弃 满脑子都适合加入团聚 然而 唇子这边却已经不抱希望了 美牙见状 拜托唇子将小星他们一块带走 自己一个人去营救广志 小星无法接受 美牙便给他安排了一个新任务 帮自己保护好小葵 谁料小星却陡然提出了致命疑问 美牙一下就愣住了 小星也作为家里现在唯一的男子汉 发起了冲锋 接下来 他们又看到了一个疑似广志的身影 马不停蹄地冲了上去 他们借助箱子的遮掩混上了缆车 只可惜 人甲面族也不是吃素的 很快便发现了不对劲 还强行分道 给他们送上了一条不归路 没一会儿 众人冲出隧道 跌落悬崖 好在那四肢儿苗及时登场 救下了他们 并且 阴差阳错之下 他们还离甲面族的基地更近了 但这里守卫森严 实在是不好闯啊 众人决定翻山越岭绕过去 不过 唇子还是那句话 又要拿行李 又要带孩子 美牙这么做是不可能救出广志的 美牙偏不信这个血 绑好绳子便准备出发 纯子看见了 主动帮美牙拎起了背包 谁料美牙的背包出乎意料的沉重 美牙自己倒是觉得什么 不就是小葵的一些尿补 换洗衣物以及零食什么的吗 众人继续启程 路上纯子忍不住问美牙 要是广志不打算跟他们回去呢 毕竟那可是跟可爱又有钱的公主结婚 直接就能走上人生巅峰啊 美牙正在原地了 他没思考过这个问题 同时也并没有放弃的打算 另一边 跑上绝路的广志也被假面族抓了回去 假面族的首领无法理解 广志为什么要逃跑 毕竟要是跟美丽的公主结婚 广志肯定会过得非常幸福 不用工作 衣食无忧 同时也不用再还什么房贷了 视角回到美牙这边 他们成功找到了假面族的基地 为了打入内部 小星建议大伙用内裤跟尿布伪装成假面族 这是有用的 虽然听起来很无厘头 却成功降低了那些假面族的怀疑 不久后 美牙几人找到了广志 但让他们怎么都没想到的是 广志竟然说自己要留在这儿跟公主结婚 这样 他就不用再还那32年的房贷 过上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了 小星无法接受 但他刚踏进房间一步 就被广志怒斥着滚回去 小星被吓了一跳 小葵也忍不住哭出了声 然后 广志让人把小星他们送走 可送到一半 小星他们便被推进了深坑里 幸运的是 他们并没有受伤 不过 这并不意味着美牙不难过呀 他洋装淡定 让小星捂住小葵的耳朵 给自己唱首歌 完事又让唇子捂住了小星的双耳 紧接着 在小星的歌声中 美牙走进了树洞 他终于忍不住心里的怒火 把广志痛骂了一顿 但骂着骂着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 不过 让人惊讶的是 没多久 美牙居然又收拾好心情走出了树洞 他认真的告诉小星 小葵 爸爸并不是那种薄情寡义的人 那个笨蛋是想牺牲自己 保护他们 听到这儿 小星的眼睛亮了 而就像美牙说的那样 广志确实是有苦衷的 他才不稀罕什么狗屁公主 满脑子都是自己的家人 广志看着手里的那两张合照痛哭流涕 然而 下一秒 那两张合照就被假面族撕成了碎片 同一时间 美牙也准备开大了 借助同样掉进深坑的宝藏猎人的飞行器 众人脱离了陷阱 美牙还穿上了自己提前准备好的礼服 带好了皇冠 准备去营救自己的臭脚新郎 小星跟淳子火速开挂 希望能让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而一转眼的功夫 美牙便凭借惊人的气势冲上了高台 一路上她历经各种艰难险阻 终于在惊环日食的那一刻 赶到了广志面前 然而 万万没想到的是 美牙的情敌 也就是那位公主忽然出现了 而且 她的真实身份竟然是一只宇宙无敌大考拉 公主一把薅过广志 闻起了她的臭脚 那滋味 简直让她飘飘欲仙 非常上头 完事便畅快地拉出了一堆绿宝石 好家伙 搞了半天 这传说中的宝藏竟然是一只巨型考拉的粪便 透过屏幕 我都感觉非常窒息 然而 那些假面族和宝藏猎人是半点不在乎 开开心心便收起了宝藏 与此同时 美牙他们也开始干活了 他们兵分两路 一路吸引公主的注意 一路绕到后方 去把广志救出来 面对小不点美牙的攻击 巨无霸公主根本没放在眼里 然而 美牙屡败屡战 完全没有放弃的打算 终于 小星找到了广志 帮她解开了手腕的绳索 广志也坚定地告诉小星 小星不以为意 就是喜欢的东西呗 我喜欢风尖 动感超人 那那子还有小饼干 广志没有反驳 只是让小星在成为大人前 慢慢地寻找自己的宝物 至于她 早就找到了 就这样 广志不顾一切地 向美牙奔去 英勇不凡又非常狼狈 那一刻 她是世界上最普通 也最优秀的那一个 而来到美牙身边 她的第一句话 就是问美牙有没有事 然后便给美牙道起了歉 说自己刚刚 话音未落 美牙就亲上了广志 她也想给广志道歉 而在她俩爱情的衬托下 可爱又凶猛的公主 都成了一块背景板 随后 广志护在了美牙身前 公主看得眼睛都红了 但强扭得刮不甜 她还是决定成全美牙 她和广志这对小情侣 将自己的怒火发泄 在那些贪心的假面族身上 紧接着 小新凭借自己的动物好有光环 跟公主成为了好朋友 她将广志告诉自己的道理 说给公主听 公主若有所悟 选择退场 完事便带着假面族的那位首领 消失在了茫茫大海里 就这样 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 纯子成功简陋 获得了一块绿宝石 她还给美牙拍摄一张 绝美的新婚合照 广志美牙竟然扮小孩装可爱 小新还变成了一只 专吃噩梦的怪兽 这一切都是因为她 春日不防卫队的新成员小琪 深夜 野员一家都步入了梦乡 广志梦见自己走上人生巅峰 变成了公司的CEO 穿口有难 也是她挺身而出 失以援手 而她的妻子美牙 则梦见自己成了个富婆 跟魅力男公关甜蜜约会 小葵也幻想自己变成了一个巨婴 家里人都得听从她的号令 小新则快快乐乐地跟娜娜子 溺在了一起 不过 想也知道 事情怎么可能一帆风顺呢 这不 转眼的功夫便冒出了一条彩色怪鱼 直接把他们的梦境给吞了 次日 广志刊报纸得知 隔壁市的集体噩梦已经消除 噩梦的起源却依旧成迷 这让她忍不住想起了昨晚那个怪梦 结果一家人一商量 这才发现他们昨晚都梦见了那条彩色怪鱼 还都被她给吞了 这多少就有点离奇了 但事情到这儿并没有结束 来到幼稚园 妮妮他们也讨论起了这件事 没错 整个春日部的人都梦到了那条彩色怪鱼 然后 向日葵班来了个紫头发的新同学 她的名字叫小琪 长得很漂亮 性情却有点高傲 冷漠 尽管如此 班上还是有很多男同学喜欢她 妮妮对此非常无语 看见郑南想拿出自己刚完成的漫画歌那儿献殷勤 便立刻表示自己也很想看 谁料 郑南反口就是一句 见此情景 妮妮又找上了封建 奈何封建的态度也非常冷漠 甚至就连平常醉醉劈死阿呆 都没给妮妮留半点颜面 这让妮妮备受打击 完事还被小琪推倒在了地上 小琪完全没想过道歉 吉永老师都在旁边看呆了 紧接着 小琪没开二堵 把在自己面前展现屁屁神功的小心推倒了 看来 她是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呀 晚上 一个奇怪的机器启动了 她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一下就把整个春日部罩住了 顿时 春日部居民汇聚到了同一个梦境 他们每个人的脚下还踩着一个五彩能量球 春日部防卫队很快集结到了一起 为了研究下他们现在是不是在做梦 小琪几人还齐齐向郑南伸出了魔爪 郑南表示这幅分自己实在是承受不来 要是真在做梦的话 他想成为一个漫画家 话音刚落 郑南脚下的能量球便发生了变化 他演化成了一个漫画世界 郑南摇身一变 成了世界上最畅销的漫画家 风间非常心动 立刻化身成一名励志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家 这也是没办法 他总不能当众做上一个可爱批的美梦吧 那得多不好意思啊 随后 妮妮也偶像身份出道 收获了一大批忠实粉丝 阿呆也如愿以偿 变成了一块真正的石头 小琪则把腿向娜娜子奔去 直接扑进了他怀里 和孩子们的处境相比 成年人的现状就糟糕多了 他们脚下的能量球非常小 梦境效果也大打折扣 就拿美牙的帅气男公官来说吧 直接变成了一个充气玩偶 没一会儿 这些大人还被玩偶军团 从怪鱼体内扔了出去 饱受噩梦的折磨 就这样 广之失去工作 被老板炒了鱿鱼 美牙也欠下巨款 被男公官奋力追杀 一大群的成年人受尽煎熬 而他们之所以落入如此境地 都是因为小琪和他的爸爸 目的就是想吸收大火的梦境能源 第二天清晨 美牙广之从噩梦中惊醒 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要不行了 小心 当然了 妮妮他们也状态贼好 倒是小琪没啥变化 依旧是那副冷漠的模样 尽管如此 郑南还是马上去跟小琪搭话了 结果从他开口说话 到被小琪拒绝 整个时间只有2点5秒 郑南颓废倒地 走出教室的小琪 却跟玫瑰般的猎豹发生了冲突 猎豹可不惯着他 一言不合就把他推倒在了地上 随后 一个手欠的男同学 还把小琪随身携带的玩偶抢走了 小琪火冒三丈 直接就把他给撞倒了 小琪夺回自己的玩偶便想跑路 奈何猎豹几人可没打算放过他 妮妮看见了 赶紧让他们停下别闹了 封奸泽跑去办公室 想把阿梅给叫过来 很快 小琪被猎豹带人堵在了滑滑梯上面 但还没等他们干些什么呢 小琪便猛然杀出 想来上一场英雄救美 不过 这救美的方式也真是绝啊 误打误撞下 小琪的屁股竟精准砸到了猎豹脸上 这个时候 阿梅他们也赶来了 小琪却不管不顾 一个人跑开了 妮妮赶紧跟了上去 说小琪至少也要说声谢谢吧 小琪依旧冷漠 但冷漠下的那份药强让妮妮非常欣赏 她顿时就不讨厌小琪了 当天晚上 噩梦再度来袭 广之梦见自己的丈夫身份被裁掉了 窗口顶替她 成了家里的一份子 这就给广之整破房了 美牙看在眼里非常担心 至于小琪 行吧 她依旧沉迷美梦无法自拔呀 自同一时间 封肩发现玩偶军团正在吸取正男的梦境能源 正男很快陷入险境 和一群打酱油的小孩一起被扔到了怪鱼外的世界 第二天 做了噩梦的正男那叫一个微靡不振 封肩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大伙 声称这正是他们春日不防卫队大显身手的绝好时机 但正男状态不佳 他们的人数着实不足 妮妮建议把小琪吸收进来 大伙非常赞同 一溜烟跑去了小琪家 小琪家大门紧闭 小琪便从一道缝隙钻了进去 这鬼鬼祟祟的模样正好被小琪看在眼里 她拿起铲子就追杀起了小琪 得亏妮妮几人及时赶到 这才救下了小琪的小命 妮妮也不安须的 直接就邀请小琪加入春日不防卫队 在她看来小琪是个不服输的主 非常值得依靠 而且小琪总一个人待着 那未免也太孤单了 小琪同意了 但妮妮也要答应她一个要求 以后绝不能讨厌她 就这样 小琪成为了春日不防卫队的新成员 小琪家也成了春日不防卫队的秘密基地 见此情景 小琪爸爸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晚上在梦境世界 他想问问小琪是怎么想的 小琪说自己是假装和对方做朋友 但咱就是说 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得出 他这明显是动了真心啊 与此同时 春日不的成年人已经要被噩梦折磨疯了 幼稚园因此停课 第二天一大早 小琪他们就又跑去秘密基地玩耍了 可风间却迟迟没有露脸 忽然 小琪注意到了小琪的玩偶 小琪告诉她 那是自己去世的妈妈送给自己的 是一直能吃掉噩梦的怪兽 叫做莫 说到这儿 风剑终于登场 昨天晚上他在梦里找了很久 始终没找到小琪的身影 再加上噩梦的开始时间 与小琪来到春日不的时间恰好一致 他家里还有个相当奇怪的机器 所以 风间非常怀疑 所谓的噩梦事件跟小琪脱不了干系 然而 小琪和妮妮却坚定地相信着小琪 在他们看来 小琪是春日不防卫队的一员 绝对不会干坏事 听到这儿 小琪很不好意思 当天晚上 他尝试着不带爸爸制作的梦境头盔睡觉 结果被他化身恶魔的妈妈追得到处跑 最后还是小琪爸爸及时发现不对劲 强行把他从睡梦中叫醒了 小琪才脱离了苦海 原来 小琪一直噩梦缠身 所以小琪爸爸才发明了一个梦境装置 想吸收别人的梦境能量来保护小琪 为此 小琪一直四处游走 刚去一个地方没多久就得立马离开 这样 才能维持住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 而在小琪离开后 大伙的噩梦也会消失不见 回到正题 风间为了寻找噩梦事件的真相 带着小琪他们探索起了梦境世界 很快 他们成功找到了小琪的所在地 也终于明白小琪就是大伙带来噩梦的罪魁祸首 发现小琪几人后 小琪爸爸二话不说 就让玩偶军团把他们扔出怪鱼世界 期间 只有小琪欧皇附体 被自己老妹含在了嘴里 而封建他们 一个被妈妈疯狂打批评 另一个因为被发现跟正男谈恋爱 直接就被粉丝围堵了 脱离梦境后 小琪主动找到了小琪 小琪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还装作一副自己不需要朋友的冷漠样子 只可惜 小琪这孩子向来就知道要怎么透过现象看本质 他绝不会再让小琪变回孤零零的一个人 听到这儿 小琪忍不住嚎啕大哭 这就给小琪整不会了 最后只能先把小琪带回自己家 美牙和广之因此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小琪也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他要找到传说中的墨 让墨吞掉小琪的噩梦 这多少是有点困难啊 抛去墨究竟存不存在这件事 他长什么样子 大伙儿也无从知晓 并且 小琪爸爸也非常的不配合 还警告野员一家不要多管闲事 只有他才就得了小琪 这态度一下就把美牙他们惹毛了 当即就搞点事情 去梦里营救小琪 但是 他们现在梦境能源严重不足 根本进不去那条彩色怪于体妹啊 关键时刻 美牙想了的好办法 那就是和广之一起扮小孩装天真 说干就干 两人一个化身魔法美少女 一个变成了假面超人 完事便带领小琪他们匆匆入睡 恨不得立刻干他压的 本就身处怪于体妹的小琪 小白和小葵 率先展开公式 想去到小琪身边 然而 小琪爸爸早就做好了准备 直接派出了自己的玩偶军团 然而 这些玩偶怎么拦得住小琪他们 一转眼的功夫 玩偶军团就被打得落花流水 不过 小琪爸也不是吃素的 立刻启动了紧急装置 想把小葵他们强行排出怪于体内 小琪侥幸逃过一劫 却根本没想要坐以待毙 他直接将自己的能量球扔出去诱敌 完事便拉着小琪上演了场私奔大作战 这么一来 大伙就全都来到了怪于外部的世界 丢了女儿的小琪爸爸差点便给气炸了 他驾驶大于想追捕众人 广之和美牙看见了 决定留下来搞阻击 他们再次进入怪于体内 怀抱着满满的童真 打响了反击 期间 为了不让自己的实力缩减 他们念到了一大串中二台词 甚至一边玩两只小蜜蜂 一边踩着风火轮不断地往前走 这是有用的 眼瞅着小琪爸爸要追上小心他们了 两人一把扯住了小琪爸爸的后腿 接下来 小琪找到了自己的小伙伴 春日部防卫队集结成功 就此踏上了寻找莫的旅程 这个时候 广之和美牙正在疯狂地折磨小琪爸爸 还不讲武德地朝他发动了鼻屎炸弹 这确实为春日防卫队争取了不少逃脱时间 但外面的世界实在太危险了 噩梦怪人不断出现 撵着他们到处跑 很快 小琪他们被逼到了一处断崖面前 小白卯足了气力 飞身一跃才将小心 小琪送到了断崖对面 小葵就有点处境凄惨了 竟然被被那群怪人推落断崖 得亏他有主角团光环的加持 这才在危急时刻意把扭转了局面 但经此一事 小葵的力量也不够了 哭着变回了原形 更糟糕的是 没一会儿就又有怪兽出现了 众人赶紧躲到了角落 最后还是封间眼明星亮 发现了一辆自己的演讲应援车 这才开车带大伙逃离了险境 同一时间 小琪爸爸实在是受不了美牙 广志了 他想把这对奇葩夫妻强制排出怪鱼体内 奈何广志早有准备 逮着机会就冲到了紧急装置后面 将他调转方向 把那些玩偶全给送走了 视角回到小琪这边 他终于鼓足勇气 跟迷迷几人到了前 小白也耗尽所有能量 已经不行了 但放弃是不可能放弃的 历经9981难 小星他们找到了一位名叫大和田墨的男演员 阿呆是大和田墨的中式粉丝 立刻跑上去要签名 只可惜就在他们相谈甚欢的时候 又有新的怪兽出现了 见此情景 小星几人立刻就让大和田墨冲上去大吃一通 这就大和田墨整猛圈了 可他又不知道该怎么拒绝 最后竟真的跑上去咬了口心怪兽 怪兽立马抱走 直接就把大和田墨甩飞了出去 随后他又把小琪卷走了 小星赶紧冲了出去 却怎么都没想到 这怪兽竟是小琪的噩梦之灵 他死去的妈妈的化身 而且他来势汹汹 武力之气高 三下五除二就把大伙给干趴下了 与此同时 小琪爸爸的梦境装置也惨遭破坏 梦境世界直接崩盘 众人从睡梦中惊醒过来 小琪受到剧烈冲击 喜提一夜白头的新成就 至此 小琪爸爸的梦境救援计划算是彻底失败了 小琪他们因为放心不下小琪 纷纷赶往小琪家 小琪爸爸看见他们就气不打一处来 觉得一切都是小琪他们害的 不然他宝贝女儿根本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小琪无法苟同 在众人面前 他第一次跟爸爸说出些心里话 以前小琪总觉得 只要能不做噩梦 怎么样都无所谓 但其实他真的很想交上一波真心朋友 他一直跟着爸爸四处游走 去不同的地方吸收能量 然后又赶紧离开 除了爸爸 他一直都是孤零零一个人 一直都很孤独 说到这儿 小琪虚弱地倒下了 现在的他噩梦缠身 非常虚弱 要是强行唤醒 心脏根本承受不了 这就糟糕了 众人无足无措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 妮妮出现了 他要带着小琪几人 用爱的力量 闯进小琪的梦境 去拯救这位 春日不防卫队的新成员 他们的坚定与勇敢 感动了小琪爸爸 他终于放下了自己的固执 把小琪噩梦的起源 告诉给了大家伙 原来 他的妻子 也就是小琪的妈妈 为了保护误闯实验室的 小琪不幸去世了 而小琪 虽然侥幸活了下来 却因为亲眼目睹了妈妈的死亡 从此陷入了无止境的懊悔 没错 他觉得 都是自己害了妈妈 妈妈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 听到这儿 大伙越发想就出小琪了 说干就干 他们团结一致 杀尽了小琪的梦境 虽然前方一片艰险 但他们半点不带出的 在他们的努力下 小琪脱离了虎口 然而 危险并没有结束 他们只得各显神通 听尽全力 去谋取那一线生机 随后 在大伙信念的加持下 小琪对小琪的信任达到顶点 让他变成了一只墨 可小琪噩梦的能量实在庞大了 小琪这只刚出炉的小莫 完全无法将它吞噬殆尽 很快 小琪落入了下风 大伙再次落入险境 妮妮憋不住了 直接变成了一只宇宙无敌大螃蟹 妮妮大显神威 风间也成功误导 变成一架飞机 救下了岌岌可危的小琪 然后 郑南从自己的漫画里 吸取了一波正能量 以画笔为剑 跟霍霍自己的催稿编辑展开了交锋 阿呆则化身陨石 来了波大冲锋 这威力 真不愧是呆神啊 但就算这样 噩梦依旧没有消散 小琪他们几个倒是备受冲击 见此情景 身围的母亲美牙扛不住了 当即就想用她和小琪的母子连接 进入小琪的梦境 这一刻 小琪的心魔也终于登场 她把小琪妈妈的死 全部怪在了小琪身上 小琪立刻就被自己的愧疚与后悔淹没了 小琪忍不住想劝劝小琪 结果却被小琪的心魔一巴掌拍飞了 这一幕正好被美牙这个老母亲看在了眼里 火力只能是蹭蹭地往上涨 那些梦境怪物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同时 美牙也告诉小琪 对父母而言 孩子是最重要的 危急时刻 不去救孩子的母亲根本不存在 说到这儿 美牙把玩偶摸递给了小琪 小琪眼前一亮 那一刻 她忽然看见了自己妈妈的身影 小琪马不停蹄地冲了上去 哭着喊着想让妈妈回来 可妈妈却只是擦掉了她的泪水 告诉她 自己一直都会跟小琪在一起 梦里也满满的都是小琪 听到这儿 小琪若有所无 内心也变得强大了 她不再畏惧噩梦 所谓的心魔 不消失也没有关系了 因为现在她已经懂得 该怎么跟过去相处 跟自己相处 就这样 噩梦事件圆满解决 最后 小琪和爸爸搬去国外生活了 她不再孤孤单单一个人 她爸爸也用自己的力量帮助了很多被噩梦缠身的小孩 虽然他们离春日部千里万里 但一直都有跟春日部的各位通行 毕竟小琪始终是春日部防卫队的一员 他们还能在梦里相见 小琪一家人竟穿越到平行地球 那里的地球人竟被大魔王控制 还全穿泳装 今天给大家带来蜡笔小琪第一部剧场版 一个头戴面具的猥琐男把镰刀架在咪咪子脖子上 危急时刻动感超人出现了 他一顿操作猛如虎 顺利地摆平了猥琐男安排的陷阱 动感超人一个漂亮的直体前空翻加转体720度落地 轰的一声地面竟然爆炸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装逼遭雷批 电影设置组也傻了 道具怎么搞的 这里没有安排爆炸点了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在拍电影 动感超人被炸得爬不起来 一个阴阳脸的斗篷怪从烟雾中走过来 拿走了动感超人的动感石头 小琪跟妮妮 正难陪阿呆去买小饼干 最近小饼干里附赠动感超人闪卡 阿呆就是为了闪卡才去买的饼干 他们还梦想着能集齐全套闪卡 换动感超人变装组合 玩过闪卡的大家都知道 这闪卡除了帮商家圈钱以外毛用没有 想要集齐一套简直是白日做梦 小鑫玩着玩着就忘了回家的时间 结果刚一到家就看到了等在门口的老妈 想要和平进门是不可能啊 不过小鑫可是吃过见过 啥场面没遇到过 老妈这点倒横还想阻止小鑫进屋 太天真了 小鑫顺利地混进屋 却发现电视遥控器不见了 糟糕了动感超人还在电视里等着跟他约会呢 可小鑫的精神命脉被老妈牢牢地掌握在手 这也难不倒我们的男主角 电视又不是只有遥控器才能打开 动画片终于演完了 美牙把电视关掉 小鑫清楚地看到电视关掉之前 一个阴阳脸怪人在电视上冲她凝笑 晚上爸爸广志下班回家 破天荒地给小鑫带回一本动感超人杂志 美牙都惊呆了 咋得广志你是不是偷藏私房钱了 小鑫喜欢得不得了 就连上厕所厕所都不忘拿起来看 书上说动感超人身上有一个法宝 就叫动感石头 那是动感超人力量的源泉 如果没有动感石头 动感超人就不能回家了 这天是小鑫幼儿园本学期的节夜典礼 园长在讲台上装唐僧 台下的小鑫可比孙猴子折腾的还欢 他问大家昨天有没有在电视上 看到一个阴阳脸的怪人 可是同学们谁也没见到 放学后小鑫跟着妈妈一起去买菜 听说老妈要买青椒 小鑫表示自己受到了一万点暴击 要妈妈买小饼干才能痊愈 这点小心思美牙还能看不明白吗 他不搭理小鑫 小鑫这次也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 直接往马路中间一坐 看你拿我怎么办 恰好一辆车子呼啸而至 美牙吓坏了赶紧把小鑫抱走 惊魂未定的母子俩突然发现了一个老式糖果店 小鑫跑进去问老板娘这里有小饼干吗 没想到这里的小饼干库存还不少 美牙只好给小鑫买了一盒 小鑫迫不及待地打开盒子 居然得到了一张编号99的金色闪卡 这可是超稀有的闪卡呀 看着小鑫母子离开糖果店 老板娘把人皮面具一摘返老还童 居然变成了咪咪子 原来这家店是他跟动感超人弄的 就是为了吸引小鑫来买饼干 小鑫居然被自己的偶像给套路了 晚上广志突然宣布明天全家去海边旅游 小鑫乐得找不到北 高插泳装美女我来了 其实广志也不知道自己为啥想去海边 就是脑袋里突然被塞进了这个念头 结果第二天出门没多久就开始堵车 一路堵到了海滩 眼看前面就是大海了 可是车太多就是过不去 广志小宇宙爆发 开着车子就冲进了一条小路 没想到误打误撞广志还真把车子开到了海滩 要不是小心吓唬他 估计他还能把车子开到海里呢 这海滩居然一个人都没有 而前方不远处有一个动感超人的雕像 看上去阴森恐怖的 广志和美牙打起退糖果 要不咱回去吧 突然一个帽子书出现了 他说这里是动感超人体验馆 进入这里需要入场券 小新一听就拿出了99号黄金闪卡 大叔这个是入场券吗 帽子书笑眯眯表示 这确实是体验馆入场券 一看不用花钱就能参观 美牙和广志也就安心了 免费的就是香 管他前面是龙坛虎穴 只要不花钱他们就赶闯 帽子书把野员一家人带到了一个时空旅行机里 一个卡槽弹了出来 小新把黄金闪卡放到卡槽里 旅行机顺利启动 广志和美牙还在感叹之不花钱的用户体验好真实 却不知道他们已经被人贩子给卖了 这个时空旅行机可是货真价实 如假包换了 美牙等人从睡梦中醒来 太阳已经快落山了 他们开车回家 丝毫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第二天一早 广志还是跟以前一样去上班 可是没多久就跑了回来 这个世界疯狂了 大街上所有人竟然都穿着高叉泳装 美牙自然是不相信了 老公你是不是魔争了 可话因为落一台车就冲着广志冲了过来 两个穿着连体服骑着鸭子泳圈的人 飘在半空中向他们打了过来 咪咪子突然出现 举起喷水器 啵啵两下把鸭子人打飞了 咪咪子跟小新说 她是咪咪子的孪生姐妹莉莉 现在大家要做的是 赶紧把北春日部博士带到房间里 她快要拉裤兜了 电视上紧急新闻报道 东京被外星人占领了 新宿街头无数穿着高叉泳装的人在晃悠 看美女穿这个是一大享受 但是胡子拉叉的大老爷们穿泳装真是惊悚骗了 莉莉告诉大家 这里并不是小新他们所在的地球 而是平行空间的另一个地球 半个多月前一艘外星飞船 载着高叉魔王降临东京 人们就一个接一个中了开高叉光波 穿上了高叉泳装 而小新他们正式被选上的动感战士 来解救这场地球危机的 而真正的动感超人闲着没事去地球 在演艺圈出道当明星了 可是他在拍电影的时候把动感石头弄丢了 所以动感超人不能回到这里 只能依靠野员一家不靠谱的人来拯救地球了 这时候北春日部博士突然跑了出来 他大喊说那颗被用的动感石头不见了 小新想到刚才自己好像在厕所前面吞了一颗圆滚滚 但是一点不甜的糖果 那玩意儿就是动感石头吗 博士吓傻了 没有那个石头大家就永远无法回到自己的世界 而动感超人也永远回不来了 这时候突然外面传来巨响 原来是幼儿园的娃娃车撞到了小新家围墙 车门一开 园长从车里走下来 还好他没穿高叉泳装 要不然真是太刺激了 园长是来接大家去避难的 可大家还没来得及走 就被高叉魔王的部下丁自库男爵找到了 丁自库男爵晃着他性感的蜜桃屯问博士要动感石头 也不是博士不想给 而是真的给不了 丁自库男爵还在嚣张 却不料小新已经悄悄潜伏到他的身后了 小新试了一招二指禅局报 丁自库男爵应声倒地 园长赶紧开着娃娃车就要逃跑 可丁自库男爵很快爬起来 抓住娃娃车不撒手 好在小新使出杀手锏大象攻击 丁自库男爵害怕长睁眼 无奈败下阵来 娃娃车顺利逃走 突然一个人在外面拦车 原来是松板老师 幼儿园也被外星人占领 松板老师趁乱逃出来 副园长就留在幼儿园里 表演性感高叉舞了 画面太美真有点不忍直视呢 在高叉基地里 高叉魔王正在开部门总结大会 目前整个东京几乎都被他控制了 很快他的势力就会扩张到全日本 没几天整个世界都是他高叉魔王的了 现在唯一能跟他抗衡的就是动感超人 好在现在他不在这个星球 所以高叉魔王他们只要能拿到动感石头 就能保证动感超人一辈子都回不来 听说北春日部博士正在前往秘密基地 高叉魔王派杜兜三姐妹去干掉他们 在北春日部博士的指引下 小新一行人到了秘密基地 可他们前脚进门 后脚高叉魔王的人就来进攻了 好在秘密基地还有防护罩 高叉魔王的人一时间也进不来 松板老师突然抓住北春日部博士 追问动感石头的下落 北春日部博士无奈地表示他也拿不出来 那石头被小心吃了 莉莉觉得不对劲 松板老师怎么知道石头的事情 松板老师哈哈大笑 因为我是间谍啊 松板老师亮明身份以后就卸下伪装 穿着红色高叉泳装到处乱窜 大长腿小细腰 这波福利发得太到位了 趁着一群花痴色男被迷得乱七八糟 松板老师趁机解除了秘密基地的防护罩 金色大钻头直插基地 杜兜三姐妹从里面跳出来 这波敌人的颜值相当可以了 色配男人们看得脸上万朵桃花开 杜兜三姐妹毫不留情地向小星等人发射高叉光波 园长还是被射中了 看样子黑道大叔的泳装造型 势必要污染大家的眼睛了 紧接着越来越多的人重担 大家都穿上了高叉泳装 就连胡子拉叉的野人广志也没有信念 博士为了保护大家顺利逃离 自己也毅然决然地穿上泳装 整个房间堪比大型射死现场 莉莉带着小星小白和美牙找了密室躲了起来 莉莉说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新宿找高叉魔王的飞船 飞船停放的地方正好是回到小星那个地球的入口 如果带着动感石头前往那里 动感超人就能回来了 莉莉用小星的黄金闪卡打开了宝库大门 里面停着一台崭新的三轮车 这车子能在天上飞还有三种特殊功能 不过只能体重在30公斤以下的人骑 所以北春日部博士为什么要建造一个自己都用不了的车子 小白和小星就踏上了拯救地球的路 骑着三轮车上路 不对是骑着三轮车上天了 小星在天上飞 杜兜三姐妹在后面追 他们放出了长驳鸭子追着小星的屁屁 还好小星平时不停地训练屁屁见光物 要不然还真被他们追上了 小星发动车上的蓝色按钮 烟雾弹射向杜兜三姐妹 可没多久三姐妹又追上来了 小星又按下车子的黄色按钮 三轮车居然变大象了 可这有啥用啊 给鸭子跳大象舞把他们笑死 小星按下红色的按钮 这下三轮车终于变成充气式飞机了 一路火花带闪电 速度杠杠的 小星的蛇皮走位让杜兜三姐妹完全摸不准她想干啥 只好牢牢地跟在小星后面 可是跟着跟着三姐妹的飞行器就过在过热了 没过多久就爆炸了 三姐妹手牵手摔了下去 千钧一发只见小星的象鼻子拉住了杜兜三姐妹 对美女见死不救 小星做不到啊 丁字库男爵又出现了 小星驾驶着三轮跟丁字库男爵展开了追逐站 丁字库男爵发射鱼雷追踪大炮打向小星 大炮追着小星跑 很快就追上了 按理说下一步大炮不是应该爆炸吗 或许鱼雷大炮也不想再给丑男打工了 竟然载着小星往丁字库男爵那边飞了过去 轰隆一声丁字库男爵被自己的武器炸碎了 可小星的三轮车也被炸坏了 好在他们已经到了高插魔王的老巢 小星把小白留在外面 独自一人去面对高插魔王 小星终于见到了高插魔王 正是他之前在电视里见过的阴阳脸怪人 魔王把阴阳脸面具摘掉 小星眼前一亮 这居然是一个身材火暴长得超正的大姐姐 小星颠颠跑过去 离近了却发现大姐姐虽然好看 不过只是一个人妖 小星气坏了这不是浪费我感情吗 高插魔王抓住小星 从他体内拿出了动感石头 轻轻一捏就碎了 这回动感超人就永远回不来了 这时候魔王的耳环打开 一颗石头掉了下来 竟然也是动感石头 魔王太高兴了 小嘴巴巴说个没完 小星趁他不注意 拿出黄金闪卡 亮度差点晃下魔王的克金狗眼 小星刚把闪卡和石头放到裤裆里 就被魔王发现了 小星孤注一掷大喊动感超人 只见动感超人一个跟头 就从小星的裤裆里钻了出来 动感超人让小星拿着动感石头 自己跑过去跟高插魔王比赛爬高 两人势均力敌完全分不出胜负 最后两人同时抵达终点 爬高没分出胜负 动感超人和高插魔王就用剑术一掘刺雄 然后科幻片就变成了武侠片 最后还是动感超人获胜了 可高插魔王说话不算数 竟然变成怪物缠上了动感超人的剑 动感超人赶紧使出动感光波 却不料高插魔王竟然顶着动感光波 走到动感超人面前 伸手掐住了动感超人的脖子 没有人能就动感超人了 小星急得不得了 突然发现手中的动感石头发光了 他赶紧模仿动感超人使出了动感光波 原来只要有这个石头 谁都能当动感超人了 两束动感光波把高插魔王炸回原形 正义胜利了 地球安全了 巨大的仙人掌开出黄色花朵 众人都看呆了 却不料下一秒仙人掌竟然开始疯狂吞吃围观群众 整个城镇顿时变成人间地狱 这可怕的一幕发生在墨西哥的亥卡一池拉本蛋小镇 而小星一家人此时正在镇子上 目睹了这场惨剧发生的全过程 按说小星的爸爸只是公司的部长 为什么有钱带着全家都搬到国外去呢 事情的起因就是因为一颗小小的果实 这颗红彤彤的果子可不是火龙果 它是一种稀有仙人掌的果实 切开以后一股清亮的蜜汁流淌出来 闻起来清香吃起来香甜 广至所在的公司高层经过讨论 最后决定在墨西哥建立分部 专门贩卖这种稀有的仙人掌果实 而这个分部部长的最佳人选 就是工作勤肯卖力的野员广志了 广志十分纠结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家里人 难道自己要抛下老婆幼子 独自去墨西哥待上两年吗 深夜里广志拿着派遣令发呆 而这一切没瞒过美牙 面对着媳妇的疑问 广志终于将自己升职的好消息告诉了美牙 可美牙并没有预想之中的开心 想到未来的两三年 自己要跟老公过着异地的生活 美牙就感觉心情十分压抑 她舍不得与广志分开 第二天是休息日 看着孩子们开心地在院子里玩 广志终于打定了主意 她要带着美牙 小新和小葵一起去墨西哥 或许去那边人生地不熟的 生活会很困难 可是比起这个 还是一家人在一起比较重要 在幼儿园 吉永老师将小新要离开的事情告诉了同学们 封建十分压抑地独自站在远处 一脸不开心的样子 她将自己辛苦化的春我不防卫 对徽章设计图丢在小新身上 重要的朋友都要离开了 她还要这徽章有何用呢 封建哭着跑开了 很快就到了小新一家人要离开的那天了 看着已经被搬空的房子 一时间思绪万千 春花秋月 夏阳冬雪 他们一家人在这幢房子里留下了无数美好的回忆 广志锁上了门 将这些记忆片段一起锁在了房间里 朋友们都来送行 妮妮送给小新一个盒子 小新打开一看 发现是春我不防卫队的徽章 封建最终还是将徽章做了出来 妮妮告诉小新 不管在世界哪里 只要大家拿着这个徽章 那我们就永远在一起 直到踏上电车的那一刻 小新一直心不在焉 她没有看到封建 就好像一件事情没有画下句号一样 心里总是空落落的 突然她发现窗外一个男孩正在铁轨旁边的公路上 朝着夕阳奋力奔跑 那是封建 她来送行了 封建冲着小新挥舞着手里的徽章 追着火车大喊着 一步小新封建摔倒了 小新紧张地探出头 发现封建依然牢牢地握着那徽章 是的 只要有徽章在 无论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大家都在一起 小新一家人一到墨西哥 就被眼前的一切迷住了 阳光 沙滩 海浪还有泳装美女 墨西哥真是太棒了 经过长途跋涉 野员一家人终于来到了亥卡一池拉本蛋 负责接待的何西 用三蹦子拉着大家到了他们的住所 原本说好的豪华别墅没看到 大家只看到了一幢还没盖好的小破屋 甚至厕所还是露天的 幻想破灭 大家只能先挤在一间屋子里对付着睡一宿 生活正在步入正轨 大家各自忙碌了起来 小新在当地的幼儿园也结识了很多新朋友 尤其是美丽热情的卡罗丽娜老师 更是深得小新喜欢 在即将到来的仙人掌家年华会上 小新邀请卡罗丽娜老师跟他一起跳舞 与小新相比 小白的日子就没那么舒心了 害怕一池拉本蛋本地的恶狗都十分嚣张 仗着体型大数量多 就肆无忌惮地欺负外来狗 他们不但抢了小白的狗屎 还把狗屎盆都踢翻 砸在小白头上 小白却敢怒不敢言 最不顺利的恐怕就是广志了 他拿着契约书去找害怕一池拉本蛋的镇长 商量仙人掌的代理权 镇长十分不耐烦地把广志赶走了 镇长不打算把仙人掌代理权给任何人 有了巨大仙人掌 镇长有信心将这镇子建设成为一个有学校 医院 游乐园的综合性城镇 让人们的生活富足起来 很快仙人掌嘉年华卉的日子到了 整个镇子里张灯结彩 热闹非常 众人狂欢的时候 巨大仙人掌的顶端竟然有一朵黄花正在缓慢绽放 镇子里所有人都望着美丽的花朵目不转睛 没有人注意到一个仙人掌正悄悄靠近一个鼓手 趁着鼓手不注意 他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将它吃掉了 小新察觉不对劲 跑过去戳了戳吃人的仙人掌 旁边的仙人掌十分配合地吐出了一把破碎的小提琴 小新吓坏了 赶紧跑过去将这个消息告诉爸爸妈妈 但爸爸妈妈才不相信呢 就在这时 巨大的仙人掌突然动了 周围的小仙人掌纷纷站了起来 朝着人群走了过去 一边走一边吃人 居民们吓得四散奔逃 警长握着双枪一通扫射 将不少小仙人掌打碎了 最后警长举枪瞄准了巨大仙人掌顶端的话 他扣动扳机的瞬间被镇掌推了一下 可刚才本来碎裂一地的仙人掌竟然自己再生了 警长被他们一口吞掉 城镇上的居民四散奔逃 眼看仙人掌越来越多 活人越来越少 小新一家人终于逃无可逃 被仙人掌逼入绝境了 千军一发之际 何希驾驶着三蹦子风驰电车冲了过来 只见他一路撞翻仙人掌无数 自己也借着这股力量飞了起来 三蹦子落地摔得稀烂 而何希刚爬起来就被背后的一个大仙人掌吃掉了 野员一家人没时间悲伤 刚才何希横冲直撞为大家开辟了一条生命之路 他们赶紧逃跑 野员一家人跑进了一间餐馆 这里聚集了不少前来避难的人 眼看着外面的仙人掌越来越猖狂 广志建议大家齐心合力离开这座城镇 镇掌大发雷霆 这城镇好不容易有了一点起色 他就算死也要维护镇子的尊严 大人可以等 孩子不能等 小葵的纸尿裤和奶粉都用光了 广志决定去街角的超市买一点回来 广志带着玩手机的少女小福 有惊无险地来到了超市 却不料小芯也跟着跑了出来 广志和小福在超市抓紧时间选购 而小芯就在一边无所顾忌地玩着超市里的玩具 他一次性放出了好多玩具车 车子刚刚跑出小芯视线 就被潜伏在暗处的仙人掌吃掉了 等广志他们终于买好东西 就看到一大波仙人掌正浩浩荡荡地朝着他们冲过来 广志带着小芯和小福一路狂奔 终于在仙人掌扑过来以前冲进了藏身的餐馆 可这里显然已经暴露了 大批的仙人掌一波一波地往屋里挤 他们撞破了窗户 穿透了门 屋里的人一个个地成为了仙人掌的美餐 卡罗利娜老师赶紧打开后门 让还活着的人们从后门逃走 巴士站的老司机还在一边听音乐一边等着发车时间 一回头发现镇长率领着寥寥无几的幸存者朝着自己狂奔而来 跟在他们后面紧追不舍的竟然是一大群仙人掌 老师大声制止 小新一家人还没上车呢 可司机已经开车了 车子越来越快 小新一家人在旁边追得上气不接下气 小新和美牙 小葵顺利地被卡罗利娜老师拉上车子 可轮到广志上车的时候 车子的速度已经让他追不上了 眼看广志就要成为仙人掌的美餐了 突然车窗打开 彩虹假面伸手将广志捞了上来 上了车就安全了 吉他哥拿起他的吉他开心地唱了起来 平静祥和的气氛只维持了几秒钟 很快仙人掌大军就追了上来 他们纷纷趴在巴士车上 有一只仙人掌甚至已经爬入车厢 一口吞掉了司机 这下车子变成无人驾驶模式了 再不刹车很可能撞山 可如果刹车就有可能被仙人掌追上 小新爬了过去 在刹车和油门踏板前犹豫良久 终于选了一个看着顺眼地按了下去 他按下的是油门踏板 车子猛然加速一气绝尘 朝着山崖全速撞了过去 美牙和广志拼命 教着小新按左手边的刹车踏板 在撞山的前一刻小新终于按对了 车子打着转停了下来 仙人掌已经追上来了 他们将人类团团包围 张开血盆大口一点点朝着人类逼近 看来蜡笔小新这部动漫今天就要完结了 谁料大巴车上的车载收音机突然响了起来 仙人掌们听到音乐全都跑去了车子那边 人们逃过一劫 这时候大家发现仙人掌似乎没有势力 只是靠听觉来判断哪里有人 所以当一只仙人掌走过来 所有人秉惜名神 仙人掌果然没发现这里有人的存在 大摇大摆走过去了 天边传来直升机的声音 大家满怀希望地跑出来 却只来得及看到直升机被仙人掌吞掉的这一幕 无奈之下幸存者们只得跟着镇长 去仙人掌乐园避难 这里有发电机也有饮料 却找不到一点食物 不过万幸的是小新找到了一箱子炸药 广志觉得找一个诱饵将仙人掌引到桥的这边 用这些炸药把它们炸碎 就算仙人掌很快能重生 可也给他们赢得了过桥的时间 可是谁来当这个诱饵呢 美牙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仙人掌乐园有能放音乐的儿童车 可以将炸药绑在儿童车上 让车子过去当诱饵啊 于是广志将炸药都绑在车上 而镇长不但不帮忙 还在那里疯狂捡着仙人掌果实 他打算用这些果子东山再起呢 一切准备就绪 广志点燃炸药引线 儿童车一边唱歌一边朝着桥头走去 仙人掌们果然听到声音就聚了过来 而这时候镇长发现桥头还有一个果子 他不顾一切地扑过去抓了果子就往回跑 可手忙脚乱将自己绊倒了 袋子里的果子全都撒到了地上 这些果子改变了儿童车行进的路线 他竟然走到了桥上 在桥中间儿童车被仙人掌们团团包围 爆炸声响起 仙人掌变成了一个个碎块 大桥也垮塌了 刚刚被炸碎的仙人掌 以超快的速度复原成功 跟在人们后面紧追不舍 另一边小白一天没吃东西 饿得挣脱了绳子自己跑了出来 他正在街上找吃的 就看到一个仙人掌 吞掉了路边谈情说爱的一对老情侣 几只曾经欺负过小白的小狗 被小仙人掌堵到角落里 眼看就要被吃掉了 小白冲出去救了他们 流浪狗们感动极了 从此就把小白当老大 跟着小白混了 等小星终于逃到一个安全地带的时候 才发现跟父母走散了 好在小星遇到了镇长 为了避免发出声音被仙人掌发现 镇长让小星把身上的沙灵丢掉 小星跟镇长回镇子上看了一眼 果然镇子已经变成一片废墟 镇长十分悲伤 他的梦想就是要振兴这座镇子 谁料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小星突然想撒尿 他跑到高草旁边脱下裤子 刚尿出来就发现一个小仙人掌 朝着自己扑了过来 小星吓了一跳 身子一歪就尿在了仙人掌上 嚣张的仙人掌竟然瞬间枯萎了 广志等人回到了仙人掌乐园 才发现小星不见了 他带着美牙和卡罗利娜老师出门寻找小星 却不料小星没找到 反而引来了几只仙人掌 广志在逃跑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 仙人掌趁机扑了过来 咬住了广志的一只脚 突然仙人掌主动张嘴把广志的脚吐了出来 太臭了 仙人掌也受不了啊 美牙在路边发现了小星一直戴在身上的沙灵 回到临时避难所 大家都以为小星被吃了 顿时难过的说不出话来 却不料这时候小星自己回来了 他将自己尿尿让仙人掌枯萎的消息告诉了大家 于是广志做了一个实验 发现仙人掌不是怕尿 而是怕水 卡罗利娜老师老师说 巨乳山上有个大储水槽 可惜不知道开关在哪里 却不料一直玩手机的小福突然开口 说自己知道开关在哪里 他用手机上网查到了 镇长也表示这个乐园里有巨大的气球 可以用来搬运水槽里的水 现在就差一个人来当诱饵 吸引仙人掌的注意了 突然失踪已久的吉他哥从门外走了进来 他愿意当诱饵 而一直胆小怯懦的彩虹甲面也自告奋勇 愿意保护吉他哥的安全 天终于亮了 新的一天开始了 人们毅然决然地走在沉光里 胜败在此一举 卡罗利娜老师带着小星和小福去打开水槽开关 美牙和广志去用气球装水 吉他哥和彩虹甲面负责吸引仙人掌们的注意 行动开始 吉他哥和彩虹甲面率先冲到墙头 用音乐吸引仙人掌的注意 卡罗利娜老师带着孩子们顺利到达了水槽开关附近 却没想到这里也有好多仙人掌 小福用手机放音乐 吸引了仙人掌的注意力 几个人顺利地来到水槽开关前 小福和小星拧开阀门 一回头发现卡罗利娜老师竟然被仙人掌压到地上 情急之下小星窜了上去 直接扑到了仙人掌的嘴里 卡罗利娜老师还没来得及反应 小星就被吐了出来 太臭了 卡罗利娜老师带着孩子们顺着水管滑到了美牙和广志身边 仙人掌也追了过来 广志毅然掏出了自己准备的秘密武器 两只臭袜子 仙人掌刚被小星熏过 现在自然是至哪儿退了 突然地面轰隆隆地震动起来 巨大仙人掌竟然站了起来 广志一下子都没了信心 这大块头能毁掉吗 突然音乐声响起 镇掌开着车子带着另一台儿童车出现了 他说自己去诱惑巨大仙人掌 广志他们就负责用水灭掉巨大仙人掌吧 镇掌开车接替了吉他哥和彩虹假面的位置 领着巨大仙人掌朝着仙人掌气球的方向狂奔 广志等人一下子将仙人掌气球推下山 却不料把小星也带了下去 镇掌一看时机成熟 立刻驾车撤退 仙人掌气球与巨大仙人掌撞在一起 却不料气球质量太好了 竟然没破 小星被巨大仙人掌甩向半空中 落下去的时候 他摘下了身上冲我不防卫队的胸针 用胸针刺穿了气球 巨大的水柱冲向天际 在天边形成了美丽的彩虹 而小星从高空落下 多亏小白率领着狗兄弟们在下面接着 小星平安落地 巨大仙人掌遇水以后迅速枯萎 巨大的身体平摊在地上 那些被仙人掌吞掉的人们得救了 这天风间放学回家 发现信箱里躺着小星寄来的明信片 上面画了巨大仙人掌 还写了自己很快就要回到日本的消息 风间喜极而泣 好朋友终于回来了 小星的屁股竟然获得了进化 他和小葵还拥有了超能力 野员家这次又会怎样的保卫地球呢 最喜欢用屁股跳舞的小星 突然被一道奇怪的光芒击中 竟然有了超能力 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 你不要热 拥有了超能力的小星 会利用他进化过的屁股 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呢 某个实验室里 科研人员突然发现两道神秘的光 从太空向着地球直射而来 没错 就是那个预言修里提到的两道光 这下大气不必要啊 然而人们还不知道有灾难即将降临地球 他们如往昔一般 在为自己的生活忙忙碌碌 比如家庭主妇美牙 此时就在忙着修理不听话的儿子 小星总能把妈妈气得火冒三丈 然后追出去三条街 就为了抓住他胖揍一顿 美牙终于抓住了小星 将他扔回家里 收拾堆得满地的玩具 而此时那两道光距离地球越来越近了 华灯初上 街上的人多了起来 阿冲正站在街边发宣传纸巾 只是发了半天也没人愿意要 几个混混嫌他烦 一把将他推倒在地 路过的广志本想伸出援助之手 不料阿冲根本不领情 所有人都瞧不起我 不过好在阿冲还有精神自主 那就是偶像蒙美 只要看到他的笑脸 阿冲就会把所有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 可是突然一条新闻击倒了阿冲 蒙美竟然要隐退结婚了 阿冲还没从打击中回过神来 就听到旁边传来警报声 说有个逃犯穿着跟他一样的衣服 正在街区前逃 下一秒一群警察就冲了过来 把阿冲当成了逃犯 今天还真是阿冲的倒霉日啊 终于阿冲跑到了一个死胡同 警察堵住胡同口 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就在这时 一颗粉色的流星突然坠入大气层 准确地击中了阿冲 但阿冲感觉自己浑身充满力量 身体开始发热起来 而与此同时 一颗绿色的流星也坠入大气层 正好落入小星家 砸在小星身上 第二天是幼儿园的运动会 一大早晨 他就开始悄悄练习自己的超能力 晃晃屁股 肩蛋飞起来了 T恤飞过来了 卧室也收拾好了 小星兴奋极了 双夜幼儿园的运动会开始了 今天是班级分组竞赛 老师们都谋足了力气想要争第一 可惜比赛进行过半 排名第一的是樱花斑 第二的是玫瑰斑 向日葵斑垫底 现在到了丢球比赛 比赛开始后 大家都努力地往中间的矿里丢球 可小星却在那里闲闲地摇屁股 他正在发功呢 于是向日葵斑轻松获胜 在接下来的拔河比赛中 小星也用超能力赢过玫瑰斑 接下来无论是障碍跑还是推球跑 只要有小星参加的比赛 都轻松获胜了 最后向日葵斑以114分的压倒性优势 融获了运动会的冠军 小星沉浸在获胜的喜悦里 完全没注意到自己已经被人盯上了 晚上小星家正在开心地吃寿司 突然两个不速之客上门了 他们正是超能力调节委员会的学者 池黛和助手聪祖 池黛给大家讲了他们来此的目的 在40年前 有人在欧洲的遗迹里找到一份古代文献 是一个二手预言家写的预言书 预言里写了2023年 会有两道光从天而降 一道是黑暗之光 一道是小白光 黑暗之光正是落在阿冲身上 而被这道光照耀的人 就会变成大坏蛋 把世界弄得乱七八糟 而小白光正好落在小星身上 所以池黛和聪子 想把小星带回去好好培养 让她成为一名厉害的超能力者 美牙本来是强烈反对的 可池黛拿出了烤肉电带金券 竟然可以省下一餐的钱 我们就去吧 于是池黛和聪子开始对小星进行训练 小星首先要学的就是瞬间移动 没想到小星一下就成功了 直接移动到聪子小姐胸口上 让爸爸广至羡慕不已 果然兴趣才是学习的动力 而另一边被黑暗之光照到的阿冲 正潜伏在蒙美家附近 看到她跟未婚夫一起出来 就粗意大法 所有人都只会瞧不起我 干完坏事后 阿冲更加空虚 她翻看着手机里 自己与蒙美的合照 感觉非常伤心 突然手机没电关机了 阿冲恼羞成怒 竟使用超能力 将整个大街上 所有人的手机都炸掉了 她没有的 别人也别想得到 可是捉弄了别人 阿冲也并没觉得好受 她路过双夜幼儿园 正好看到吉永老师 正在给学生们上课 那可爱的样子 让阿冲把她错任成了蒙美 阿冲翻墙进入幼儿园 劫持了整个幼儿园的孩子当人质 警方虽然出动了 但阿冲有超能力 警方对她根本无从下手 小星刚好在家里特学 所以逃过了一劫 但当她从迟带的手机新闻中 得知同学们被劫持了 她十分担心 本想利用瞬间移动的能力去幼儿园 却不料小星瞬移失败 无奈迟带只能开车 带着大家赶往双夜幼儿园 此时阿冲吃光了向日葵班 所有小朋友的午餐便当 还将小朋友们的画作全都毁坏了 向日葵班的小朋友 也都是见过世面的 大家商量以后 决定一部分人 用小星的PP5 吸引阿冲的注意力 其他人则趁机偷袭 阿冲的注意力果然被吸引 风间阿呆和正男悄悄拿了扫帚 来到阿冲的背后 阿冲恼羞成怒 他将风间等人狠狠撞在墙上 还把吉永老师和妮妮掉在空中甩来甩去 这时候小星也赶到了幼儿园 看到同学们被欺负 小星十分着急 他运起超能力 居然瞬移成功 直接来到了向日葵班的教室 他的出现让阿冲很不满 两人同时运起超能力打了起来 小星很快就发现了跟阿冲作战的要诀 那就是顺意躲避 小星的顺意用得越来越得心应手 阿冲累得满头大汗 根本追不上他 阿冲恼羞成怒 打不到就毁灭吧 就在这时 一个烟雾弹从窗口扔了进来 紧接着特警队冲进教室 阿冲一看大势一去 直接从窗口飞走了 不过阿冲对自己的超能力十分满意 觉得这次小事牛刀是颇有成效 下一步他打算向所有自己痛恨的人报仇 这是一架直升机落在他身边 一个自称预言家的家伙来到阿冲面前 预言家告诉阿冲 这么强大的力量如果只用来报仇就太浪费了 你应该做点伟大的事情 就是改变这个世界 用你的那股力量 预言家将阿冲带到了一个废弃的游乐园 这里就是他建立的基地 预言家将全国那些愤世嫉俗 怀才不遇 被社会排挤感到绝望的人 全都集中在这里 将他们的负面能量导出来 输入一个储存装置 等储存装置容量到了100% 就会拖垮这个社会 释放出超强的负面能量 现在有了阿冲 预言家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操控这股负面能量 去轻松征服世界了 不过在此之前 预言家要先吸干阿冲身上的负面能力才过瘾 阿冲的负能量简直爆表 一个人的能量就装满了整个储存装置 时代也对预言家的阴谋有所察觉 现在唯一能阻止预言家和阿冲的人只有小星了 于是他带着小星一家人来到了超能力调节委员会的秘密地下室 在那里有一个超大的钢达姆机器人 只有小星利用自己的超能力 才能驱使钢达姆机器人动起来 小星兴奋极了 立刻对着钢达姆机器人发功 在特定音乐的加持下 小星真的让机器人动了起来 劳累了半天 大家也都饿了 刚好小星家里还有没吃完的寿司 于是一家人连同池袋和葱子一起开启了寿司派对 池袋不由的叹息 要是那个阿冲也生活在这样和睦的家庭里 估计也不会心里那么病态了 这时预言家突然给池袋打来电话 小子在负面能量达到百分之百的时候突然发生爆炸 现在他变成一只非常危险的怪物 预言家没想到自己只是想搞个幺蛾子玩一玩 竟然还有人当真了 阿冲变成的大怪兽竟然真的想将这个世界摧毁 大怪兽表示摧毁世界的第一步 就是摧毁预言家 他磨刀霍霍向预言家的时候 时代前来就场了 时代跟预言家原本就是高中同学 两人的感情还挺深厚的 时代带来了小星操纵的钢达姆机器人 在音乐的加持下 小星操纵着钢达姆跟大怪兽对打起来 两人刚一过招 钢达姆机器人就被打飞了 不过小星马上利用屁屁走路爬了起来 两人继续对战 大怪兽看到站在地上的广志 想起来自己落魄的时候也曾遇到过广志 立刻怒从心头起 他索性操控游乐园的各种道具 砸向广志和美牙等人 小星的兽私攻击不但没能伤到大怪兽 反而成了大怪兽的武器 反过来攻击小星 小星一怒之下 把广志当成炮弹射上天砸向大怪兽 真是大义猎亲的好儿子 大怪兽被小星弄得十分烦躁 索性将场地上所有废铜烂铁都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炮弹 好巧不巧 放音乐录音机也被大怪兽卷走了 而没了音乐 小星的超能力立刻不足 再也不能移动钢达姆机器人了 眼看大怪兽的废铜烂铁炮弹就要砸下来了 美牙化身唱跳偶像 亲自出场演唱励志歌曲给小星增加力量 千钧一发之际 钢达姆机器人重新启动 可是仅凭小星的力量根本挡不住那巨大的炮弹 炮弹就要砸下来了 小葵一怒之下瞬间消失 原来被白光照到的人不止有小星 还有小葵 大怪兽恼羞成怒 他加大力量攻击小葵的防护罩 小葵的人小力量也小 眼看就快支撑不住了 小星拉过小葵 兄妹两人合体攻击 大怪兽还以为两个小鬼要击落他 却不料刚打母机器人的手臂竟是来挠他痒痒的 在大怪兽浑身痒痒疏于防范之时 小葵将破铜烂铁炮弹推了回去 大怪兽自食恶果 被自己的炮弹击中 大怪兽终于被消灭了 小星等人开心的连蹦带跳 可这时候预言家又出现了 他说预言还有下半段 虽然正义能战胜黑暗 但黑暗不会失败 只会变得更强 觉醒之后的大怪兽会吞噬正义之光 进而毁灭这个星球 话音未落 废墟里爬出了一个更大的怪兽 张嘴吐出激光炮 将池袋的车子给毁了 好在野员家的车子还在 大家狼狈地坐上车逃命 而大怪兽在后面紧追不舍 一脚就踩烂了失去控制的钢达姆机器人 此时他的力量确实不是 小星和小葵这种小孩子能匹敌的了 为了逃命 广之将家里的小破车 开出了十二缸跑车的气势 可依然无法摆脱大怪兽的追击 广之一时疏忽 竟然将车子开到了过山车轨道上 这下可刺激了 广之一边躲避大怪兽的炮火攻击 一边在轨道上飞速逃命 眼看要被炮火击中 多亏小星施展超能力 将整个车子瞬间移动 不过这下车子正好移动到大怪兽面前 算是送货上门了 大怪兽一炮起来 小破车终于翻倒 开不动了 大家汽车逃命 却不料大怪兽开始吸气 他要吞噬掉小星和小葵 广之拼命想要护住两个孩子 谁曾想自己的裤子居然被孩子们扯掉了 小星和小葵还是飞向了大怪兽 眼看他们就要被大怪兽吃了 小星拼死用超能力将小葵甩了出去 小葵落入妈妈的怀抱 可小星却被吸入大怪兽的口中 小星掉入了大怪兽的肚子里 发现了儿童时期的阿冲 正寂寞的一个人流眼泪 原来阿冲的父母工作很忙 从没时间陪他 只是给他留下了很多零食 让他在家乖乖看电视 这种生活小星最羡慕了 他拿着零食邀请阿冲一起吃 结果画面一转 来到了幼儿园运动会的场景 大家都在玩丢球 阿冲却不感兴趣 这种人再怎么努力 都不会改变的 而且根本没有人帮我加油 小星将一个球塞到阿冲手里 他愿意给阿冲加油 在小星的鼓励下 阿冲一次次的扔球 终于成功扔到了矿里 这是他第一次体验到比赛的快乐 而小星也跑过去拿起球 跟阿冲一起玩了起来 画面又一转 来到了阿冲上学的路上 几个混混学生正在勒索他的零用钱 小星路见不平一声后 冲上去挡在阿冲前面 被混混抓住了 眼看混混的拳头砸向小星 小星灵机一动 小星放屁 趁着大家被臭屁熏晕 小星拉着阿冲就跑 这是阿冲第一次感觉到 被朋友帮助的温暖 两个孩子正打闹着 阿冲就消失了 画面一转 阿冲已经长大 家里正在吃寿司 可是一家三口都不高兴 原来他的父母在计划离婚 正在叛逆期的阿冲 已经被生活折磨得十分偏激 他痛恨这个世界 无论父母 朋友还是恋人 都会背叛他 这时候那几个平时 欺负阿冲的混混又出现了 他们把阿冲打得鼻青脸肿 小星自然不会眼看朋友被欺负 虽然他人小腿短没力气 但还是尽己所能地保护阿冲 你算哪根冲啊 我是小冲的伙伴 野员行真正中 小星不顾危险地冲上去保护阿冲 而此时 在外面的美牙等人也十分伤心 他们还以为小星已经死在了怪兽肚子里 可小葵突然升空 用自己的特殊能力 让大家看到了小星的一举一动 美牙等人看到了小星 用幼小的身去保护阿冲 现在已经被打得不行了 可就算如此 小星依旧不肯放弃 你才不是 孤立你一个人 在小星的激励下 阿冲也拿出了久违的勇气 与混混斗争起来 就在这时 小葵的能量耗尽 晕了过去 大家看不到大观兽肚子里的情况了 大家正在担心小星的安危 预言家却突然把预言的最后半段念了出来 出的黑色毒气弹 将会给予怪物致命的一局 毒气弹 那说的不就是广之那无敌的臭脚吗 于是广之脱掉袜子 跟美牙一人一只 两人屏息名神 将毒气弹扔向大怪兽 袜子落入怪兽肚子 小星跟阿冲本来已经没力气了 但小星闻到这熟悉酸爽的味道 就知道是爸爸妈妈来帮忙了 他跟阿冲拎起毒气弹 像混混发动生化攻击 混混终于失败 阿冲身上的力气消除殆尽 大怪兽也倒在地上逐渐消散 小星和阿冲露了出来 阿冲终于恢复了理智 世界虽然不够完美 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 每个人也都必须负重前行 只要心中有光明 人生就有希望 阿冲感谢小星拯救了自己 至于预言家 虽然这次计划失败了 但他还是不肯放弃毁灭地球的计划 他驾驶着直升机正要逃走 不料直升机忽然爆炸 预言家有此坠机 生死未卜 这就是蜡笔小星 首部3D渲染的剧场版 上映仅仅4天就获得了4000万人民币的票房 豆瓣评分也飙升到8.1的高分 口碑遥遥领先于同期上映的其他电影 蜡笔小星 大电影中没有刺激的画面 也没有紧张的战斗 甚至连小星一贯喜欢的擦边 和大尺度大姐姐的画面都没有出现 有的只是日本普通民众的家庭生活 野员一家人的生活虽然也是吵吵闹闹 但那种温馨和睦 团结友爱的氛围 总是能感染观众们的心 小星父母的相处模式 甚至被很多成年人 当成梦想中的家庭关系的模板 虽然生活一地鸡毛 可这家人依然能积极乐观地面对困难 他们的精神能鼓舞那些被社会毒打的人们 让大家可以与小星一家人一样乐观向上的生活 这或许就是蜡笔小星 这个IP经久不衰的原因